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如果是你要離開我 請整時間來告訴我 不要偷偷默默地走 像上次一样等半年 如果是你真的要走 把我的相片还给我 在你心上也没有用 我可以还给我妈妈 我只能说你会回来 我死了一百次 你回来的一百次 我回来的一百次 我只能说你会回来的一百次 我死了一百次 你回来的一百次 Can I go back to 如果是你要离开我 请尝试点来告诉我 不要偷偷默默地走 像上次一样等半年 如果是你真的要走 把我的相片还给我 在你身上也没有用 我可以还给我妈妈 神漠天长地久 只是随便说说 你爱我那一天 你也说不出口 你认识了帅哥 就把我丢一旁 天气热的夏天 心想看冷冬夜 心想看冷冬夜 你回来的冬夜 你回来的冬夜 We only sacrifice words I die a hundred times You go back to him And I go back to Like Like 朋友们大家好 本节来讲一下这首林俊杰翻唱的这个爱的初体验 这首歌呢它的调呢是A小调 然后这个有同名大小调的转调 A小调转这个A大调 这样的来回一个转换 然后呢我们的指法都是Do等于C 通俗一点来讲呢就是 这首歌就是C调的 这首歌从前奏到前面的部分呢 它的伴奏和很多这个流行歌呢 普通的伴奏一定区别 这里面用了注释的和弦 然后呢还有制音 比如从前奏我们看一下 这样 这样一下 然后这样再换和弦 大家看一下和弦 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这个如果不制音的话 就没有这种动感 我们不制音试一下 就这样的效果 实际上呢这首歌的拍子是每分钟123拍 每个拍子一个和弦 这样的情况下呢 是每个拍子前半拍 是来演奏这个注释和弦 后半拍是休止的 这个乐谱上面都有 后半拍是静止的 这样就需要我们手 这几个手指提前来 放到琴弦上面 给它制止它发声 就是制音 看一下 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如果是连续的那种 这是连续的 我们要的这种顿促感 要的这种感觉 然后具体和弦呢 大家参考一下乐谱 进入到主歌 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里面为了体现一个 伴奏上面的一个层次感 也是根据圆曲的这种听感 开始的主歌用了三根琴弦 就用了一二三指这样 也是用了这种 半拍子的这种制音的效果 这样一种感觉 这首歌呢 实际从头至尾的这种 音乐的律动呢 包括人声的演唱呢 和后面的伴奏都体现了 这个是一种摇摆的节奏 我们从技朴上面看呢 在都是这个前面的部分呢 可能感觉不到这样的一种 一种律动 但是演唱的地方 你会感受得到 就是 并不是平均的 不是这样的 然后从 这个 扫弦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平均的 就是这种 我们单纯去看这乐谱的话 是这样 是平均的 然后这种摇摆的感觉是 这个乐谱 在乐谱开头的地方 有这样的标注 就是两个八分音符 等于前面长后面短 就来表示这个摇摆的节奏 实际的节奏 如果在乐谱上面去体现的话 就会变成都是一个拍子是三菱音 然后前面两个音的时长是前面的一个八分音符 然后后面的一个音是后面的八分音符 就是那样显示起来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这里是通常的这种摇摆的这种 曲风的基谱方式 用这个谱最开始的地方这个标注 两个八分音符等于三菱音一前前面长后面短 是这样的一个表示方式 我们看一下这个扫弦的部分 低音呢用大拇指拨弦 第一拍 然后第二拍子呢就是一下一上 下是长一点 上是短一点 然后第三拍子还是这个大拇指拨弦 然后第三拍后半拍就加了一个往回 然后再一下一上 这样慢一点看 就这样的效果 这个扫弦基本上这样的 一直到后面的转调就是这个A小调转A大调 就是这个D和弦开始呢 那它的这个地方扫弦跟前面这个滤动都是一样的 这个滤动都是一样的 要记住这种滤动感 就是这个摇摆的感觉 不要 我试一下平均的这样弹和唱 大家来听一下 再对比一下 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首歌呢也没有过多要讲解的地方 就是这个扫弦和开始的这个注释和弦 包括制音 然后这首歌是同名大小调的转调 A小调转A大调 是这个四四拍子每分钟一百二十三拍 都等于C 接下来呢这个乐部制作好了以后 会放在达比吉他教室的官网上面 我们可能会视频会提前放出一些 然后乐谱 后期还有一些制作 大家可能有些朋友会好奇 这个我在录制的时候 是不是有乐谱的 当然是我制作的只有吉他谱 是这样的 有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一个吉他谱 然后在后期的制谱当中呢 会加入这个歌词和简谱 后面的部分呢 是我们工作室的其他的同仁来在做 好的朋友们本节我们就到这里 下节再见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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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